曲姐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非常神秘的才女 即使只有两千个人因为我这期节目而知道了 曾经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存在过 我觉得我这几周的功夫也就算没有白费了 她是清代的一位女词人名叫贺双青 清代是词中心的朝代 清词的成就是仅次于诵词的 而双青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 和双青的词风格和李清照的是非常的不同 但如果你要因此说双青的词写的不如一安 我觉得它还真不太好下这个判断 在我的心目当中双青可以和李清照合称词谈双臂 但两人的知名度却显然相去甚远 毫无疑问双青是一位严重被低估的女词人 为什么我觉得双青特别可贵呢 这个女孩的绅士本来就和李清照有云泥之别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飞是李布袁外郎 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大家如果去看古文官职的话 父女俩都是有作品收录的 那种家学渊源是普通人根本就难以想象的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成也是著名学者 著名京师学家 词虽然说写不过老婆 但夫妻间玩诗文游戏也能玩的有去有来 在玩的同时呢 还顺便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典故 叫做《读书泼茶》 后来就被用来形容夫妻间那种 高端大气有文化的心色和谜 可以说李清照的一生都是在 上流氏族文化的云真侠辈中度过的 因此他虽然说也遭遇罗国和家王的不幸 但将之置于亿万古代女性当中 李清照其实又是极其幸运的 而双亲的生命中除了不幸还是不幸 双亲生活在清代的康庸前年间 正好和曹雪晴是童年出生 但他家世世代代都只是普通的农民 按说双亲这样的女孩子连读书识字的机会也不会有 但他舅舅那切好是一位四叔先生 双亲得以在私塾的窗外旁听 蹭了三年课 这三年间双亲不仅仅认识了字 还受到了一些识字创作的启蒙 可是当时的女性读书写诗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事 后来双亲的家人免不让他继续蹭客 还把他嫁给了一个姓周的乔夫 这乔夫哥勉强的认得什么月啊大啊小啊几个字 呃我刚满三岁的女儿认得也不止这几个字 可见乔夫哥连最基本的启蒙教育都没有接受过 所以你看啊双亲和李清照 双亲的丈夫和李清照的丈夫 那真的可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双亲的丈夫完全不能理解他 因此双亲的内心是极其孤独困苦的 这还没完他婆婆还特别凶 双亲不仅常年干着繁重的家务活 同时还需要忍受老公和婆婆的双重家暴 他自己的身体本来就很不好 有严重的瘧疾 有一次他煮粥的时候啊 瘧疾犯了 大伙呢就把那个粥给煮的撒了出来 双亲一着急就拿水去浇 婆婆看到就很生气 便使劲扯双亲的耳环叫他滚蛋 双亲的耳垂都被撕裂了 耳环掉了下来 鲜血淋了一肩膀 而乔夫哥看到后居然生气他糟蹋了粥 连那天的午饭啊都没给他吃 还有一次呢 双亲是对着一堆落花正在伤春 乔夫哥见到以后就抱走了他一顿 春天浓忙呢 你却在这里看着落花发呆 你是不是有病啊 所以你看和历史上这些真实的 有命无孕的女子相比啊 博命财女林大玉 其实又算是非常幸运的天之娇女了 双亲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忙里偷闲 悄悄把自己想到的词句 用粉笔写在叶子上 那为什么不用笔墨写在纸上 而是用粉笔写在叶子上呢 因为粉一脱 叶一败 这相当于创作的时候 就已经是自带销毁机制 可以说是古人的月后几分装置 可见双亲从来就没有打算让自己的作品流传下去 其实这就是双亲的词特别的地方 通篇好像是在喃喃自语 从来都不是为了写给任何人看的 因此他的词呢 特别的淳朴 特别天然 特别真实 没有一丝一毫的粉饰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扭捏和装强作势 全姐先给大家介绍一首我最喜欢的双亲词 然后简单的讲讲他的词是怎么流传下来的这个小故事 最后我们开个脑洞 双亲有可能是《红楼梦》哪位角色的原型 西黄花曼 孤艳 地近摇天 但木匣散起 遂见红仙 听时愁尽 望时怕远 孤鸿一个 去向谁边 肃双遗冷 卢瓜煮 更羞浅 欧鹿相连 暗自眠 凤凰纵好 宁是姻缘 凄凉劝你无言 趁一沙半水 且都流年 道梁出境 网罗正苦 梦魂意境 几处寒烟 断肠可似缠绝意 寸心里 多少缠绵 夜未闲 眷飞勿俗平田 这首词的主题呢 是孤艳 吊祭 西黄花曼 在写大言之前 他先写了天空 用的是三组四字短语 碧静摇天 木匣散起 碎解红仙 在碧蓝的天空的尽头 散露着一片鲜红色的 麒麗的晚霞 这片晚霞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景色 风把云吹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很散 但又很整齐 就好像是有剪子剪出来的似的 碧剪红仙 把这幅景色是形容尽了 而且非常的新鲜 自古以来就没有人怎么写过 用剪刀剪下来的碎布来形容晚霞 其实是一种特别女性化的脸笑 非常的细腻穿神 听时愁近 忘时怕远 为什么听时愁近 大雁的叫声是特别大 特别凄厉的 伤心人不忍再听 觉得大雁离自己有点太近了 可是抬眼一看 却发现他其实远在高高的天空 而且还在越飞越远 双亲不禁开始联系这只孤独的大雁 你形单影只要飞去哪里呀 孤红一个去向谁边 大家应该很少见过 哪个诗人词人写谁边这样的词吧 这很口语化 训练有素的文化人 其实很难写出来这样的文字 因为他们习惯了使用雅言 很多人还习惯了 往诗词里面塞点故 而双亲的词 每一个字都是俗字 但每一个字都用的恰到好处 双亲从来不用点故 但他的作品 就是能够唤起读者的功名 其实从孤红一个去向谁边开始 人和大雁已经合二为一了 双亲对大雁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也是对他自己说的 素双一冷如花主 卢花主就是水边的卢尾丛 是大雁喜欢七七的地方 但大雁通常是群居 而且总有那么一两只是负责放哨的 而这只乌雁 七七凉凉落到卢花主 却只有深秋的白霜和他作伴 孤单寂寞冷 更羞怯 欧鹿相连 其他水鸟和你不是一个物种 就不要指望他们会联系你了吧 这里的欧鹿有可能暗指双亲那些根本算不上佳人的佳人 他们从来没有理解过他 更没有联系过他 但双亲的心中没有仇恨 也没有埋怨 他只是默默的告诉自己 不要心存幻想 暗自眠 凤凰纵好 宁是姻缘 独自睡下吧 凤凰当然是一种很美好的鸟类 但他并不是你应该去攀附的 双亲的词里面处处透露出一种随遇而安的本分 他的词中那一份平和和坚定 我们作为读者去体验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亲代有一个很著名的词评价叫做成廷朱 他评价双亲这一句词说 读此诀 虽诉我诵 义不如从 上贤过机 不及此 中正平和也 虽诉我诵 义不如从 是诗经中的名句 写的是一个 有得的女子拒绝别人不合礼法的求婚 但暗自眠 凤凰纵好 宁是姻缘当中那种字词 笔虽诉我诵 亦不如从 更加的平静和淡然 词中的凤凰 有可能 也是一由所指的 这个 我们到下一部分再去八卦 这首词的下却写的 比上却还要好 凄凉 却你无言 趁一沙半水 且度流年 事态炎凉 但没什么好抱怨的 幸好你作为一只大雁 只要一方情杀 半弯流水 就可以安顿自己的生活 度过如水一般 匆匆的岁月 而我双亲作为一个 平寒人家的女孩子 虽然身从空间被挤占的 所剩无几 但好在 我真正需要的东西 其实也是很少的 我从不奢求 也从不抱怨 稻粮出境网罗正苦 梦魂一景 几处寒烟 接连四个四字排笔 太美了 这种长调真不是谁都能写的 最早的开创者是刘勇 双风奇景 观河冷落 残照当楼 西云流水 一气呵成 奇想万千 这里双亲说 稻粮出境网罗正苦 梦魂一景 几处寒烟 描写的是大雁 四面楚歌的昆炯境地 秋末田地里的粮食 已经被收割了 再难找到食物 而田地里面 捕鸟的网络 仍在等待着你 其你就算是在睡梦当中 也一定要保持警觉 断肠 可似缠绝意 寸心里多少缠绵 你想想的心 是否像我的心一样 从事着无尽的 悲伤和绵延不绝的 忧思之情呢 夜未闲 眷飞 勿俗 平田 刚刚入夜 人类的活动 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 而你却已经飞不动了 乱入了一片 平田流速 这就是神来之笔 平田是无法掩布大雁的 孤艳不知不觉中 陷入了一种 极其危险的处境 其实我们不知道啊 双亲是真的看到 大雁勿俗 平田还是在心里 担心大雁勿俗 平田 我们也不知道 这只 勿俗平田的孤艳 最终是否倒在了 猎人的弓箭之下 这首次的结尾就好像一个 悬疑短编的最后一个画面 主角身后 站着一个拿枪的人 他最后是开枪了 还是没开枪啊 结局是开放式的 但我们想知道答案 这就是张力 其实仔细想想 对于一只落单的孤艳来说 对于被困在生活最深处的双亲来说 等待着他们的归宿是什么 终究又没有什么悬疑 这首词 从头至尾 是随遇而安 从头至尾 是自哀自怜 没有一句积怨 也没有一丝的愤怒 既从容又悲凉 虽绝望却豁达 每次读来 总有一种丰富复杂的余味 在胸中萦绕不绝 令人为之泪下 陈廷桌总评这首词道 此词 悲怨而终厚 读尽令人气数航下 双亲的词的确有这个感染力 无论是在什么时代 什么性别的读者 在双亲的词中读到 极度困顿中那一份 坦荡和平静 是很难不受到深深的触动的 陈廷桌总评双亲的词是 岂止忧生遥取 怨而不怒 古经义品也 什么叫义品 古人把画作当中的佳作 分为几个档次 能品 妙品 神品和义品 神品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存在了 可上面还有一个义品 义品是超越繁俗的 也是其他人所难以模仿的 红龙梦的作者对于这个义字 就用的非常的慎重 整本书的前80回 用义字去形容过的人 就只有两个 大家能猜到是谁吗 哎 正是主角宝玉和黛玉 书中形容宝玉是飘逸 而黛玉是超逸 陈廷桌江 当双亲的词奉为义品是最高评价 清大还有一个词家叫黄谢钦 他评价道 双亲词如小儿女 浓浓续续 诉说家常 渐渐文文思思想想 曲曲写来 脱头是道 作者故以为词 而悦者以望其为词 而情真与智 直见三百篇之指 岂非天籁岂非奇才 那其所欲之穷 为古才原所未有 美颂一顾不知 替之何从业 这里的穷 指的就是双亲 毫无希望的极度困顿的人生 双亲并不是为了写词 而写词 他只是在用写词的形式 诉说一些家常话 吐露自己的心事 情真意切 大德诗经的止去 纵然没有什么宏大的命题 却纯是天籁之音 既然双亲并不打算 让自己的词流传下去 那我们今天又是如何看到这些神作的呢 双亲的故事 以及他的诗词作品 是清代一个文士 史正林写进自己的笔记 西亲散记里面 而得以流传下来的 我手头这本西亲散记 是我花了一点功夫才搜罗到的 出版呢 是在民国年间 你想要更新的呢 对不起 没有 那么双亲到底有多冷门呢 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正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呢 一起回老家 萧山去闭关读书 偶然看到一个美貌的村姑 出门到垃圾 不禁感叹啊 穷乡僻壤 怎么会有如此美貌的女子 于是呢 就主动接近和了解了双亲的身世 还搜罗了她的词呢 一共是十四首 他们后来每次去萧山都会去找双亲 聊聊天了解她的情况 他们甚至曾经主动提出 帮助双亲脱离苦海 但都被双亲给拒绝了 那么双亲和这位史正林之间 究竟建立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双亲呢 为史正林写过一首词 开篇就是 终日思君泪空流 长安日远 一夜梦魂几度游 可见双亲对于史正林的感情 肯定是不止于纯粹的友谊的 当他终于遇到一个能够真正的理解他 能够看懂他的诗词的文人之后 他的内心也是受到了非常深的触动 但双亲呢 坚守礼教 认命了 此生嫁的呢 就是一位侨夫 和史正林等文人 始终保持着距离 他在词的后半部分表达出的 纯粹是对史正林的一种祝福 他说啊 我这辈子呢 算是完了 唯愿你能够功成名就 找到真爱 西黄花曼 乌宴当中的凤凰纵好 宁是姻缘 有可能就是暗指这段 双亲所不肯奢望的情缘 在这个史正林去世之后呢 双亲的身世呢 也就逐渐成了一桩公案 有一些学者 譬如说胡适先生 就认为啊 双亲这种绝世之艳 绝世之慧 绝世之忧 绝世之真的完美女性啊 根本就是史正林这帮文人 完发出来的 这也不难理解 就连《红楼梦》这种 有多个抄本传世 而且有当时的文人的 诗文佐证的书 都会沦为争论不休的公案 那双亲这种 用粉笔写在椰子上的作品 肯定更是难免沦入 虚无主义的疆域了 后来的学者呢 做了很多的考证 认为双亲却有其人的呢 是多数 而我自己也坚信 双亲其人一定是 真实存在过的 就算史正林在描述 这个女孩的时候 有一些理想化的表述 但双亲的词 绝对不可能是 他们能够伪造得出来的 陈廷桌评价得很好 词类皆 忠厚缠绵 幽冷欲绝 而错语 则既非温伟 亦不类 周情僵实 是心是鬼 莫能名其尽义 其一呢 双亲的词 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流派 更不遵守任何 约定俗成的套路 和历史上所有其他词人 都不相似 看到这样的文字 除了 彗星独具 矿古绝经之外 我真想不出其他的词来形容了 这种古经异品 的确不是文人士大夫 可以代理 可以伪造出来的 曹雪芹这种天才都拟不出来 我说过啊 像赞花营里面 都有很多套路和思维定式 那史振林那种级别的文人 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其二 双亲得的瘧疾这种病 也完全不符合 男性凝视之下的美女形象 大家想想 美女稀释多病 病容那是 捧心 林黛玉的多病啊 症状是 塞上通红 自现 压到桃花 总之都挺美的 而瘧疾啊 俗称 拉牌子 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文人 会让自己笔下的爵士 美女得 瘧疾这种极其不优雅的病吧 如果不是和双亲留下了好几首作品 详细描写了她瘧疾 生病当中的体验 我觉得史振林有可能不会告诉我们 她遇到的这位绝世才女 得的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病 双亲是一位矿古才女 而《红楼梦》是一部 立志为规格作传的书 曹雪芹又恰和双亲是同龄 她有没有可能听过双亲的故事 她有没有可能读到过双亲的词 如果有的话 双亲会对她造成怎样的震撼 又会对她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学姐略微查了一下 双亲和曹雪芹这两个人 发现他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 亲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史振林不是一个特别影响力巨大的文人 但她始终是当时那个文人圈子里面的 所以双亲的故事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运珠的一位族人 运珠呢是18世纪的一个挺重要的女学者 她编撰过一本《国朝归秀正史》集 收录了3000多位当时的女诗人的诗歌 那么她的地位就和我们上次介绍过的这个王端书啊 很像 运珠也是一位拥有了相当大的学术权力的女性 运珠的诗集里面就收录了双亲的诗 而且将双亲的出身呢介绍的非常笃定 运珠呢是一个非常正统至上满族至上 信奉华夏文化沙文主义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妥妥的道德女教师俗称女夫子 她对于女诗人的选取是相当苛刻的 比如她认为呢什么风尘女子 尼姑道姑都是上不了台面的 因此对这类女性的诗歌原则上是不予收录 但鉴于以柳如氏为首的少数几位诗族妇女 保住了婉杰 获得了国家的金表 所以运珠把他们几位的诗歌呢 编入了俘录 以诗截取 言下之意啊 柳如氏获得了她的道德特赦 运珠应该是没有想到300年后啊 柳如氏的美名会远远胜过她自己的美名 除了柳如氏之流之外啊其他身份存疑 有可能是由文人代理的作品 也一律只能进入运珠诗集的附录 但是双亲的作品却是明明白白被记录在政策的 这一方面呢 间接验证了双亲其人的真实性啊 另一方面应该也和运珠家族和史正林的交友有关系 她秘族对于双亲的故事还是比较熟悉的 而运珠这个家族算得上是个旺族了 经常逛博物馆的小伙伴呢 应该对一个名字不陌生 运寿平 运寿平呢是青出六大家之一 大画家大文士 此人正是运珠的先祖 运寿平呢是明朝已老 终生不畏清朝出世 但他毕竟也是在这个文人圈子里面混的 他和曹家呢也有过些许往来 曹家如日中天的时候呢 曹英曾经为纪念他的父亲而编撰了 《炼亭集》曾经邀请一干文士名流 为他父亲提示作画 其中呢就有运寿平的炼亭图 也就是说啊 曹家和运家呢也是有交集的 那么后来的曹雪晴 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社交网络 而听说过运珠的故事呢 尽管我们很难证明 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啊是存在的 那我们来开个脑洞 如果曹雪晴知道了双亲的故事 看到了双亲的词 他会怎么做呢 毫无疑问 他一定会为这样一个多才而薄命的女子 而心痛叹息 也应该会想要为他 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一席之地 知焰斋曾经说过 与为雪晴传此书 终亦有传世之意 那如果曹雪晴立志为规格作传 有意在小说中记载当时才女的一些诗词的话 那如果清代第一女词人的作品都不值得记载的话 还有谁的作品值得记载呢 那我们可以合理假设一下 如果曹公想要把双亲的任何一首词放到《红楼梦》当中 他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双亲的词呢 好就好在中正平和啊 顶级的词必须是悲欢苦乐的一种调和 比如说李后主的《与美人》是一首婉约词 但它的内部结构也是有悲欢对比的 一种非常强烈的张力的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中 不了的春花秋月 了无痕的往事 如旧的明月 今非昔彼的故国 坚固的刁烂玉气 转瞬即逝的朱颜 一句永恒 一句短暂 一句繁华 一句落寞 一句桃源 一句幻灭 你说这首词里面只有哀伤吗 并不是 如果只有哀伤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突然落空的感觉 这首词也无法达到绝唱的高度 再说苏欣 豪放派的代表 可是他们最上层的作品 永远在豪放的外壳下面 装满了落寞和悲凉 近代词人夏境官 这样评价苏东坡的词 东坡词如春花散哄不着迹象 是杨柳歌之 正如天风海涛之曲 终多优业远端之音 此其上乘也 若福激昂排荡 不可一世之盖 陈无极所谓 如教防雷大士之物 随其天下之功 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 陈无极就是宋代大文学家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世道 也就是说 就算是对于豪放派的起手 苏欣这样的大师来说 一味豪放的词 也算不上他们最好的作品 贺双亲的词 在绝望中透露着希望 在脆弱中饱含着坚强 悲伤中又有一丝坦然 所以他的作品层次特别的丰富 特别耐人寻味 但这样的人物 如果进入小说当中 就会显得不够戏剧化 小说的主角 性格一定是很鲜明的 我们说过 黛玉和宝钗 双风对峙 二水分流 在性格和文化层面 都去到了两个极端 同一个柳续主题 黛玉写得极其伤感 宝钗写得极其高亢 这才能在小说当中 形成很好的对比度 正因为中正平和的性格 和诗格特点 双亲很难成为书中的主角 他的这种性格和绅士 倒是和一个配角 有很大的相似性 湘灵 以前我看《红楼梦》 总觉得湘灵这个人物的设定 太不真实了 五岁被拐卖 连父母都不记得 拐子对他是招打目骂 更不可能给他上文化课 后来的几年 湘灵是跟着 应该不大认字的薛姨妈 和半文王的薛盘 直到进了大观园以后 湘灵才开始正式的 练字学写诗 你想我们普通人 要经过九年之义务教育 才能把字给认权 那湘灵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成长为一个诗人呢 太不真实对不对 直到看到了双亲的辞职后 我才意识到 其实湘灵的人设并不算离谱 人与人的天分 有时候真的可以差得很远 否则你怎么解释 双亲蹭了三年课 就成为了一个纯天然的顶尖词人 当到了绝大多数 文人士大夫精进三十年五十年 有无法企迹的高度呢 史震灵和韵珠用身有素慧来解释双亲的才华 有点转世轮回的那个意味了 而曹公呢 则是用极聪明 以及真实影和风式的文化根基 来解释湘灵的才能 湘灵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连灵教 鸡头 伟业 卢根得了风禄 那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了 灵教 鸡头 伟业 卢根 没有什么人去专门培养他们 说的可不就是湘灵和双亲这种苦命的 在当时的社会阶级当中处于不幸的地位 拥有极少资源的那一类人吗 而所谓的风禄 我们何妨将这理解为中华文化的启迪和滋润 有的生命只要被一丝丝火光点亮 就能绽放出极其绚烂的色彩 这就是智慧的奇妙之处 双亲和湘灵还有其他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这两个女孩都很单纯善良 温柔闲静 再比如说他们都很守规矩 像宏腐文君那种离经叛道的事 他们绝对做不出来 也可以夸他们乖巧安分 也可以恨他们被离教束缚太深 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再比如说这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 那个孤独的文学小世界当中 再比如这两个女孩的死都和丈夫的家暴有关 两个人悲剧的催化剂都是女人 只不过说相连的故事里面是正妻 而双亲的故事中是婆婆 最后这两个女孩自身性格都是比较软弱 达到了有些逆来顺受的地步 这就决定了他们难逃悲剧的结局 我们假设曹公在创作湘灵的时候 受到了双亲的启发 我们假设曹公很想把双亲的词编进红楼梦 他会怎么做呢 他能让湘灵写出西黄花曼孤艳这样的作品吗 不可以的 湘灵的诗词水平不能比他的老师 女主角林黛玉高出一大截 这会完全破坏小说的主次强弱的结构 再比如说双亲还有另外一首作品 二狼神菊花 这首词写的也很出色 假设曹公很想把这首词流传下去 因此召集大家开了一个菊花瓷舍 把这首词安在湘灵身上 这做得到吗 其实也不行 除了水平过高之外 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双亲的词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女性作品 所以它里面有许多丰富的细节 心寒近骨病来还有 写的是双亲的病 形容的是瘧疾的寒潮 卫松金扣非常妙 第一层描写的是金色的菊花 花蕾还没有绽放的那个状态 而第二层写的是双亲自己 因为瘧疾的原因 晚上合一而我 那么如果曹公想要搬运这首词的话 他就必须写相里有瘧疾 这对小说创作本身就造成了 过于硬性的一些限制 再比如说像 网孤雀 开向平家 抽出一交五九 这写的就是平民女子的一种心境和触境 我想回去花对影 但是我胜于平家 并没有酒 曹公为了让香菱 能和黛玉宝钗一起写诗 安排她被削盘买进了薛家 那么香菱的作品 就必须符合她的这种新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比如像 林黛玉的年冰为土 玉为盆 宝钗的白玉堂前春节舞 都符合她们的那种生活环境 那么香菱在薛家 是不可能发炒没有酒的 那么双亲的这一句 就必须要改掉 再比如说双亲这个名字 就嵌在了词里头 那要不要把它扣掉呢 如果不扣掉 那么香菱就得改名叫双亲 但这又会破坏 英联和香菱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对应结构 总而言之 如果曹公当真想要搬运双亲这首词的话 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 直到改的面目全非 直到把所有的家具都给改没了 可那样就失去了传师原本的意义了 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形成一种直观的感受 想要拿来主意 把现成的好诗传进一部好小书里面 还要不破坏小说的结构 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愈何熊掌不能得奸 创作者当然要以小说本身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为重 为了塑造人物 小说中人物的作品就只能由作者统一来创作 而小说的创作者在替人物写诗的时候 出发点必定和真正的诗人是不一样的 小说家写诗要考虑的是一组诗歌的整体安排 就好像一组瓷器 成羡在舞台上的时候 红橙黄绿与青蓝紫 既要鲜艳又得有反差度 还得和人物自身的色调相协调 而真正的诗人写诗 他们要创作的就好比是单独的一个瓷器 那最高追求当然是汝瑶甚至是柴瑶的境界 雨过天青云破处 含蓄而卷勇 如果小说家真把一个汝瑶搬到舞台上 那对于观众来说反而有点太不起眼了 起不到红橙黄绿的那种戏剧效果 而且你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东西来和它搭配了 我们再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拿出明清才女诗设的真实作品 和红楼梦诗设的作品相比 很可能那些真正的诗歌的水平 要比小说中诗设的作品水平要高不少 但如果真的把那些作品直接搬运到小说中 一定不会比红楼梦的诗设更加精彩 因为小说人物性格那种差异和冲突 本来就是经过了艺术加工 是高于生活的东西 早知他来 我就不来了 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 红楼梦中为人物创作的诗词 本质上就只是舞台道具 不能和真家伙放在一起相比的原因 由于在文学上艺术上受到了太多的限制 这类诗词的水平必定会低于作者自己真实的诗词水平 更不要说和诗词大家的作品去相比了 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叶佳莹先生曾经说过 《红楼梦》替角色带你的这一类诗歌 水平明显是低于书中其他的诗歌的 比如《无才可去补苍天》 《网入红尘若许年》之类的诗迹 实则比《藏花银》要高明许多 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比较认同的 好了 本期我们介绍了双清这位鲜有人知的爵士才女 也从双清发散到《红楼梦》 联想到了一个和她非常相似的角色 相邻 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这一大类不幸的女性 我也试图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向大家解释 为什么优秀的小说家不可能为了传诗而传诗 以及为什么小说家替人物带你的诗歌 注定只是一个道具和真家伙 终究不是一回事的原因 本期发散比较多 角度比较刁钻 一期节目的背后是大量的资料查阅 和长达数周的文案撰写 目的只是为了做一点点我认为有价值的努力 如果本期节目对你有启发有触动的话 不妨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 让更多的人认识双清这位活命才女 也让更多的人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兴趣 下期节目再见咯